大家好,今天10月22日星期二得道,早晨财经 我是主持杜森,令数据变为机会养知识变为财富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免责声明以下提及的内容仅作为讨论分析使用 不作为任何买买建议,投资推介仅作参考风险置付 盗瓊斯指数到周五通常大波幅 连续调整了几天后,昨天美股一旦又彈上去 道指收市升回748点,联储局全放慢会加息 全,记住,全 其实这篇道指我当时也和大家说过,我是看31000至31500 其实如果我再计算多一点,有权反弹到32000 但是详细位置的,譬如道指、纳指和标普 我会在周一那集详细和大家分析 至于下周,可以这么说就是决战止禁之巅 当然,未必是一条气场的 可能下周是会有一个,究竟是先上后跌下去 还是先下跌低位,再做一个大的下海上山 下周一会再详细和大家分析 先讲讲昨晚的情况 有报导指,美国联储局可能暗示12月放慢加息的部分 环球债券息率连日破关,迅速回信 美股星期五先下跌,之后反弹 美股道指到升超过7-8点之多 日元急跌1.2%,去到32年新低位之后 掉头回升超过2% 其实无论外汇或者指数都是 去到新低的时候 大家不要想着有时一条气 鼓鼓鼓的狂队 一定去到某些低位 就会做一个低位 低位即是一个相对的低点反弹高位 所以通常这些经常性会出现 日本传媒也引述消息报导 日本央行计9月之后再度出手干原汇市 不出手就不行了 导指低开42点之后 曾经跌127点 低见30206点 之后迅速收复失地 美股段升幅更加扩大 最多是785点之多 高见31119点 收市仍然升748点 有2.47%之多 报31082 标普占没那么多 占2.37% 报3752点 3752点 原材料的板块也都拉升了3.46% 纳指方面也升2.31% 就是刚才标这个导指最好 导指比较顺 报10859点 中国概念股的金龙中国指数 亦都达1.13% 今个星期累计 导指仍然 那周初我已经跟大家说了 相对低点的话 也都在上周一提到 趁低位便薄反弹 那就说中了 大方向没变 也没错 当然当中会有些先升 也有些调整 不会升足5天 对不对 导指拉云整个星期升4.9% 标普就进涨4.7% 纳指就升5.2% 那仍然纳指比率来计最强 但是其实如果是反而 如果升到黄金位 那它叫做 那其实导指比较强一点 那三大指数 丹周表现 亦都创6月20日的新高 最好的 不是新高 是应该是最好的 那各个股份里面 社交媒体有slap 上季收入就顺预期 亦都比较顺息 而且亦都警告今季或者会零增长 哇 厉害了 倒水 股价暴跌28.08% 这些东西都是高低波幅都挺重要的 那当然经常性 以前我也有看过去 但是它真的 你看小阵都不行 那如果看去 看去不是想买相纳 看去是想什么时候买跌的 因为一跌的时候 就像肚蛾一样 好像肚蛾一样 那跌了28.08% 下个星期的成绩表 那包括有matter 和alphabet 股价分别就跌1.16% 和升1.16% 那美国运通上季的坏仗呢 就配备是多个预期 估计都应声跌1.61% 高盛和摩根大通分别升4.6% 和5.25% 那另外 那个特斯拉都插水的 那女股神呢 Cathleen Wood呢 就继续是捞货的 那继续 其中的ETF呢 就周四是数入6.6万股 那么大把 那本月内呢 第二度增持 Tesla股价都在周五 早段回套1% 那收市倒升3.45% 那欧洲股市呢 就个别发展 英股呢 就弹0.37% 那那法国德国就未跌的 跌了0.85% 和0.29%的 那美国银行引述呢 这个EPFR Global的资料显示 直至10月19日为止 一个礼拜 全球股票的基金吸资呢 那我常常都会报这个 那个Data 那吸资是92亿美元 那当中美股基金 连续两个礼拜呢 那有资金流入 那达到120亿美元 那货币市场基金也都吸资 有145亿美元 黄金和债券就走资了 走了15亿和122亿美元 就是债券走最多 那美人策略员就指出 虽然投资者情绪极为悲观 但是在资金流向方面 仍未出现终极投降 那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 冲上2007年二来新高 那跳升11.2个基点 去到4.338厘的 那五年期的债息呢 就是2007年二来首次升穿4.5厘 那德国十年期债息呢 亦都在2011年之后 再次突破2.5厘 那之后呢 那之后呢 以免利率过度收减 那消息呢 就令到债息迅速回远了 那当中对税口敏感的 美国两年期的债息呢 最多就曾经倒跌15.9个基点的 去到4.451厘 那美国财政部公布 截至9月底为止 2022年的财政年度呢 财政车截由前一年的收定 2.7百万亿 8万亿美元 縮减至1.3百万亿美元 年跌2年 反映疫情相关的援助减少 以及呢 就业市场强劲的提振税收 那都很厉害 那有成一半左右 差不多 那美匯指数 曾经秋高0.94% 去到13.942 那日元再创32年的新低 低见151.95元每美元的 那跌了1.2% 那如果是港元来说呢 日元失手5.2港元关口了 低见5.1664的 那美国时段呢 那日元又倒升 2.62% 真的 有些货币都很厉害 那些活跌1.2% 創新低 接着又弹回2.62% 高见146.22 每8日元一跌 但升5.3691港元的 那英国政局未明朗 牵绑最多跌1.5% 那报1.1061美元 那最近的外汇这么厉害呢 如果做Algo Trade 那些自动盘呢 那些自动盘呢 如果是做EA 如果是做一些比较扎幅上落的 而去 我们叫做削头皮 那如果那些这样的仓 就真的小心一点 因为很容易爆仓的 因为那些外汇呢 现在已经不是一些 在一个区间波幅里面 而是走一个大波 大单边呢 那其实走大单边呢 如果我就不做Algo Trade 因为走大单边自己手炒过 通常Algo Trade 以我有限的认知 通常呢 如果在一些区间上的波幅的策略上呢 除非是调调策略 如果不是呢 你没有调调策略 相认很容易爆仓的 因为我都舔过 所以跟相关的 如果也是真的要 其实要好审时度势呢 不可以一条EA的方法 就走到尾的 因为市场会变的 那大波小波 简单说 责幅就责幅就责幅 那大波幅就大波幅 那破关的策略呢 我们也说多一点点 现货金尾段上升1.65% 去到1655美元 纽约旗游也升了1.64% 去到最高回统85% 去到最高回统85.9美元 之后反复回稳 收市升了0.64% 去到最高回统85.05美元 布兰德也升了1.21% 去到最高回统93.5美元 沙特阿拉伯和美国 石油出口国组织盟友 減产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 究竟不计算 沙特方面就说 能源部长就表示 和中国国家能源局长 举人市场会议 双方表明加强能源合作 那么大家都是 理由我证明 谈好计算 回头都会返回 利益都会返回 先说一件事 Tutor收购案 EonMask收购 Tutor当中部分 用于收购资金 是融资来的 但据路透社引述人士说 就承证了EonMask提供融资金 熟杀 避免将来洩 让债务组合 决定不和它融资 组成这个银团贷款 EonMask这个 被银行在这里 整后脚 没办法 EonMask是否得罪人多 没办法太高调 是否只有一个富豪 其他富豪 都 后面 都 经常是Bill Gates走 经常是沽的股票 是很不妥的 可能趁价多 现在玩东西了 这个 小世界银行全数 承担贷款的责任 这批银行期望 市场转街的时候 才出售持有的贷款項目 但现在 就 据报 他们全部缩失 参与融资银行 至少包括 Morgan Stanley 巴克莱和美国银行 三家银行和EonMask 都拒评上述的消息 这个是全文 暂时 未有回应 今年四月 就死货了 之前不买 之前买 接着又说不买 现在又说买回 但买都要钱 对不对 那 无理真金白人堆下去 那当然是叫人银行借 做生意 哪有那么笨 现在EonMask 和多家银行 达成的总 金额 是130亿美元 高成千亿 对不对 港元 EonMask 宣布 原本 现在又改变了 究竟有没有再新变化呢 这件事都是 真的发生到 不发生 这个目的 就降英国的评级 去到负面 指望就去到负面 又稳定 下条负面 没办法 因为 这个政局都好像都不稳 经常性 现在很多 通常市场对于一些未确定的东西 通常都是先沽了 所以现在呢 变了它的展望 去到负面都挺麻烦 虽然是这样 但是呢 始终都有一个良好制度 尊重制度 那不成功的时候 就辞职 起码 不像我们这边 没有人会辞职 几十万粮 我留了一个负面 为什么 之前的特首 怎么都不肯辞职 会达了几十万粮 这个你说 以前的马士亨 或者雅 这个 梁甘松的 那些出到的 几千万的人工的 那些 当然老下都辞职 但是 对上那个 没有人会肯辞职 那英国首相呢 有气度 那也都 敢于承担 有辞职 但是呢 英国财相方面 这个侯俊卫呢 这个 就建议 将下次大选 就温和条高 入息税和 以填补这个 400亿的英镑 财政缺口 那 但是呢 当然了 下任财相 也不就是你 那也都所以 现在呢 究竟你的提出 会不会受到接纳呢 仍然是未知数 那讲讲恒子 以前啦 那 valued 你看到昨星期的 衡指比起厉害 整周下跌三百七十六点 还是下跌, 当然了 不是每一条劲 要升 又跌 下跌 又弹 又弹 下跌 终预拉 美股和广度 仰飙了 恒子高开50点後 早段高见 16 companies 快就不 1973 现在 materials 打涉 下午以后 美股转强 限制最多跌过8点,收跌69点,报16211 继续自2011年以来受低位,成交约939亿 科技指数反复偏远,险守3100,继续创新低 英国政局不稳,国际金融股向下有帮,跌1% 汇丰也反复偏远,美国持续加息 高息股吸引力下跌,全部都跌了 领钱跌5%之多,五年低位 中华煤气,电能,中电,全部都跌2-3% 中国移动,首三季赚13%,但股价再次失手50%,完全无事业绩 中国电讯公布业组之后,亦都跌1.1% 同景房地产企业在A股市场融资,加上有传内地土地 这个流泡下降和,然后房地产股,内房股又反弹了 这个反弹也是为下一次下跌的做好准备的 碧桂园,逆市升6%,变成很难炒 农户,碧桂园服务也升3% 这日股最近有些资金追捧,石药升2% 信达生物和康芳生物都升7% 恒指夜期又反弹上去,高水165点升191点 成交都多了,27257张 割指夜期的物报5571点 较昨天的割指高水54点 那说回昨晚为什么美股升呢 全靠三藩市联储银行总裁的代理 那忽然间就说联储正接受考虑放缓 加息部分的时机,好像代言人上身 那以免利率过度被收紧 经济合入自然下行 那认性的债息就立刻完全不同了 所以美股都有反弹了 那他亦都是今年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就是FOMC 但是你记住,他并没有拥有货币政策投票权的 所以他说的东西,但是我听着 可能是发行的 或者可能昨天买了这个美股买重的这个星 但是真的有没有说的 联储局无需持续 他就说,无需持续在每次议息会议上 加息0.75,你就担心利率过于收紧 不需要,这些是无权投票的 那套一套市场又弹一弹 果然也挺影响全球的 那来说说萨默斯 萨默斯就是美国前财长 他表示,要蓄华府审慎理财 千万不要重蹈卓维斯的福祉 萨默斯曾经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政府担任财长 曾经也都取笑英国首相 萨默斯当时他搞那个 预算那个新方案的 那也都被批准了 真是,立刻转命首相做了一个 那现在目前担任这个 当然啦,他又不是要职哈佛大学教授 那以末日循环形容这些突发事件 就促请美国政府要审慎理财 那他说呢 美国总统拜登应该重新考虑 这个欢勉学生贷款 提高风灾应急资金 和这个提高国防预算等等行动 那财长耶伦呢,其实周五就说呢 明白到这个可以信纳的财政策略 是相对重要 一定会确保国债的可持续成 那当然啦 现任和前任的看法都不一样 对吧 最重要呢 他现在也是咬牙痕 就是分量一下自己的意见 可以出席多些说不同的港座 通常吸引了眼球的时候 都可以 至少赚回一些钱 好像哈林顿以前 都赚了很多不同的钱 经常性的港座 那些或者奥巴马 都不少钱的 那当然是 如果他们本身来说的 也很想拆存在感 有一个影响力在那里 最后再说一件事 这个没特别的 其实是在说淡仔 大家都经常吃淡仔 淡仔刑警 预料中期顺利 至少是35% 海外与内地业务 亏损高于预期 那当然啦 大佬 大佬 无端端 内地 真是麻烦啦 哪个有空吃你呢 其实我都不是开内地 开来干什么 因为呢 内地要吃米线 大把便宜过你 大把也都適合他们的口味 所以开内地有些 可能日本仔 不知道是什么想法啦 对不对 那经常想着 全球全球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反而这个全球呢 就令到 大陆和海外店 全部都是 反而就吃钱 那 拖瓜了香港本身 都一般的 保持都算不错 所以呢 日本仔做生意 跟香港呢 可能就不同了 都是恭喜啊 淡仔 还有淡仔三哥 本身呢 卖了股 就真的不错 十亿袋在袋 我跟三哥吃过饭的 以前 是啊 当时都说了 恩怨情仇 怎样淡 三哥怎样 那些 我都不记得 哪个 姐夫啊 兄弟之间那些 的矛盾了 那当然啦 三哥先搞的 后来 怎样引入国 恩怨情仇 我都不记得 但是总之 说到阿华切齿 现在就不 现在曾志偉 打和 各代十亿 大家 不过 最重要是 有钱在身 就不要在 这次的金融 这个 一转呢 如果 堆了下去 买美股 或者买港股 那就糟糕了 十亿可能 只剩下一半 都没有了 好了 那说笑了 今天也 节目去到以上了 如果正确来说 一些不同的 未来下个礼拜 要留意什么的 要点 和 个指数 怎样去看呢 一些不同的 下个礼拜很重要 十月 最后一个礼拜 应该会来了 会有一个大的波动 在这里 应该 个人估计 希望也会出现 因为没有波动 就怎样可以吃到一个大的波浪呢 好 今天就到这里了 记得订阅我们 星期二得道日报和新闻集团 做齐六部曲 记得参加Patreon 还有 like 我到心炒股 多谢各位 拜拜 我们现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为他做了赞助 听星期二得道 可能也会驚發 我认为 装了VPN 对你可能也会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过VPN 应该可以跳过去香港的地区限制 用本台这条连结 就有discount